如果你能拥有让闪电侠都羡慕不已的超能力 你觉得会是哪一种 是更加敏捷吗 并不是 是光速飞行吗 太麻烦 是一种连移动的过程都被省略掉的超能力 没错 那就是闪现 而这还不是一般的短距离闪现 是仅仅看到一张目的地照片 或凭着记忆就能零延迟的直达目标 渺渺中畅游世界 体会从未游过的肾上腺素标诈快感 从纽约走出公寓大楼 下一秒就站在伦敦大本钟上 一同潇洒后 加州阳光海岸超起冲浪板 等不到海浪 直接闪现到斐济享受30米的巨浪 紧接着在埃及时深人面向头顶 享用早餐 速度在此毫无意义 旅游又是什么 旅天逛遍世界 地球从此都是我家 如此如神如幻的能力 谁不希望拥有 而这种超能力 就如神柱一般落到了他的头上 是的 这个五岁母亲离家出走 从小受人欺凌的屌丝男孩 大卫 那一次 当他在新衣女生米粒面前 又被人欺负的时候 掉进了冰河里 冬天的冰盖下 河水急流奔涌 掉到这里 就意味着向生命告别 眼看着大卫被冲走 米粒却没有任何办法 在最危难的时候 人的潜能真的可以被逼至极限 而大卫的极限 就在此爆发了出来 带着身边的水流 他直接闪现到了图书馆里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他 回到家瑟瑟发抖 而平日打骂游家的酒鬼夫妻 又追上来咄咄逼人的责骂 正要破门而避 大卫一紧张 再一次传送到了图书馆 空气中还留下了一道 时空裂缝的痕迹 从此大卫打开了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他开始不断地尝试 慢慢掌握了闪现的诀窍 只要是目光所及的地方 都能直接到的 哪怕是在记忆中也可以 拿着本旅游图册 看到了小时候 妈妈带他去的帝国大厦顶楼 正回想着 屋里就开始震动起来 一瞬间就到了帝国大厦 既然有了如此超能力 大卫决定自己出来闯世界 回到家 拿起妈妈的照片 告别了曾经的伤心地 也悄悄告别了米丽 来到纽约租了一个小房间 接下来就要考虑钱的问题了 而大卫很直接 接着上厕所的理由 让保安带他进了银行 看到了金库里的样子 到了晚上 抄起工具和袋子 回想起金库 然后 所以说 这样的超能力 真的能让闪电侠都望尘莫及 大卫如同一路开挂 就这么过上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直到20岁 已经住着纽约的豪华公寓 屋子挂满了世界各地的照片 更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 喜欢什么就有什么 而他却还不知道 获得总得付出代价 在他一次次逛顾银行的时候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是的 早在集结复联之前 尼克局长就已经是一个 游侠组织的首领了 这个组织专门追寻时空跳跃者 准确地说 他们不是在追寻 而是在猎杀 看来会闪现的也不止大卫一人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这边 大卫闪现回离开多年的家乡 找到了小时候的女神米丽 得知他在酒吧当服务员 过得并不如意 而如今的大卫 却能肆意挥洒 随即决定带米丽出去走走 但绝不能告诉他自己的秘密 直飞罗马 带他住最贵的酒店 开启最洒脱的行程 曾经一无所有的小子 今天终于迎来完美幸福 在古罗马斗首场 大卫悄悄利用闪现 给他打开了各种游客止步的大门 参观这不开放的区域 但很快 他在一处隐蔽的角落 发现了一个同样会闪现的家伙 小白 还没等大卫多问几句 小白告诉他 危险就要来临了 别只想着撩妹 果然没一会儿 来了一帮不速之客 收支着特制的电棍 直接开始捕猎 他们就是游侠组织的成员 而这小白又是反链杀的专家 专杀游侠 原来他也早早盯上了大卫 知道他会吸引来游侠 已在此功后多时 果然以小白的身手 很快结果了这几个游侠 然后一个闪现就回家了 此时的大卫脑瓜子嗡嗡作响 他赶紧回去找米莉 为了不给他带来更多危险 带到机场 忍痛和他告别 然后自己闪回了家 但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 果然 尼克已经在这里等他了 对付时空跳跃者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答案就是用电 大卫刚要闪现逃走 尼克逃出电棍 潜伏电压 让大脑无法集中注意力 大卫这会儿 没办法远距离闪现 此时尼克又射出了一根电缆 然而大卫的意志 很是顽强 带着电线就闪到了 自己的小金库里 挣扎着剪断电线 逃脱了 经过这番交手 大卫发现尼克很难对付 随时会有生命威胁 没多久 他悄悄回到了家 却发现老爸 也已经被尼克给杀害了 大卫抱着他就闪现到了医院 但也无力回天 老爸早就凉了很久 很快大卫来找反补专家小白 要与他联合来对付尼克 但现在还有一个更紧要的事情 就是米莉 他可能很快会被尼克找到 小白同意了大卫的请求 但表示要自己先去做些准备 大卫只好独自先去找米莉 终于把多年的秘密 向他坦白了 这会尼克带着游侠组织来了 大卫赶紧抱着米莉 闪现到了小白的据点 但尼克这次带着更间断的设备 直接打开了大卫的闪现痕迹 真是没想到 这帮时空跳跃者 还有开传送门的能力 尼克透过痕迹 把米莉给抓了回去 而小白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 把之前准备好的炸弹拿了出来 要通过痕迹扔过去引爆 这怎么可能 米莉还在那一头 大卫抢走引爆器 直接闪走 就这样 两人直接开始了一番 三分钟内闪遍全球的追逐 在中东战场上 大卫把小白困在了高压电塔 封住了他的闪现能力 然后独自前往拯救米莉 而这必然是要中尼克的圈套 大卫被牢牢地困在了电网中 但让所有游侠都意外了手 他的潜能真的深不可测 整个房间都被传走 把米莉放到了安全的地方 大卫迅速抱着尼克 传到了无人地带 科罗拉多大峡谷 让他在此自生自灭 最终两个人又能愉快地 环游世界了 而且不用做任何交通工具 这部电影 创意真的很有意思 光是这种畅快的闪现 就能让人浮想人片 如果是我 我可能穿着宇航服 直接闪上月球 要是你呢 你会做什么 对于这种闪现加传送的超能力 我觉得用来送高端快递 比如往太空送零件 往医院送急需品 那个真是赚大钱的想法